陳美菲拿推車砸鐵門後 就上樓還繼續割空對象 影片在5月4號晚間8點拍攝 更誇張的還多著 跑掉你這隻貓種 跑掉你這隻貓種 繼續請這隻衰 陳美菲拿鋤頭狂敲大門 高聲咆哮罵得很難聽 而鬧最兇的是這個 這一種叫做什麼 這一種叫做為你竹的垃圾 陳美菲5月底在社區罵警察 她兒子還動手襲警 我打警察 打警察打警察 襲警直接殺手 母子脫序失控 當場被逮捕 是否一度要將陳美菲強制送醫 事發後過了一個半月 現在呢 最近沒有了 好像比較近 因為他也很少下來 買東西 然後就馬上上去 警察也要來這裡 三部有時候都會來這裡診 陳美菲大到社區10年 最近終於平息 原因是這個 最近比較熟練 因為大家在連署20條款 八樓住戶氣道提告 陳美菲在法庭上辨稱 鄰居的鐵門很厚 當時樓梯沒開燈 不知道也看不見鐵門有回損 法官認定住戶的鐵門 確實有凹損 陳美菲否認犯刑 又沒和解 沒賠償 一回損罪判拘役50天 不想被關的話 就付5萬元法還 就很不能接受判決這麼輕啊 她現在在提出公然侮辱的部分 因為她罵她是儒秀燕養的狗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 八樓住戶不滿 判太輕 陳美菲不出面 未接電話 無法取得回應 53歲的地方媽媽陳美菲 2022年參選台中市長失利 2023年連署選總統為打門檻 2024年推女兒參選立委失敗 一共被沒收了270萬元的保證金 正以事件頻傳 住户只希望平靜的日子能持續下去 東三新聞 林鄉明 張成員在台中的採訪報導